報道期間團金城卡布最近來到雲林槌拿 這回他不是要幫人起床 是要幫店舖為他的理教中心 確定使用空間 舊的建築物已經不復使用 因為申請的人非常多 所以我們報道義工團就配合他們紅蘋果協會 還有老人紅道基金會 一起來籌建這個文子館 把它改良成一個多功能的老人照護中心 那這是我們報道義工團第一次接觸這種老人長照中心 那所以他在設計規劃上會有比較多的限制 因為他本身必須建築物是要防火的 要有消防設備 然後又要殘障設施 聽到報道行政機関團國外出任務 很多民眾都做完來協作 有學生有醫生有老師 都是想要來支持報道義工團的信念 為社會做一些事情 平常大學生活比較不會接觸到這個 然後也是因為來這邊就學過一些 就是可能牆壁啊 然後用具怎麼使用 這裡都有很多是老朋友 對啊 大家有時候在一起也是互相交流一下 最重要我們還可以學習 觀摩一下人家怎麼樣蓋房子 學到一些技術這樣子 就是幫助別人也是一種快樂 祝人的快樂之本 其實最難說這有業的理教中心 僅僅是現時的市場都去改建 價值五六十元空間一直價位放老人市場 現在有了二天新來中間環境 最新未來辦事就很快樂 我們從街牌開始老人人數越來越多 然後導致我們地方不足 所以說需要擴建 然後很感謝我們義工團能夠配合協助我們 有社會老人好理組織團體 加上報道新生技能團的陶醉經驗 最難這裡很重心 不用多久 就適合中壁多長的道工人空間 我們就改一個舞台 有一個活動區 然後有一個 最主要是因為老人就比較行動 不方便的話就 會改一個 五張的廁所 然後有一些廚房啊 那些娛樂設備 報道新生技能團 尤其愛人的咖哩工期 才當完事 老人都說任何人中心 要歡迎婚姻恩海民眾 這禮拜咖哩 如果有贏 最會來學祖星 更付出愛心 記者力量差不多 報道